你的意思是 让我再上一次火星家 你很强大 只是一次火星而已 又不会真的死了 这句话真是伤透了魔女的心 想当年 男孩因身上长满了胎记 便被村民荡成了诅咒之子 准备嫁到火上烧死 多亏魔女从旁路过 见男孩被吓得眼泪直流 于是果断地出手相救 代替男孩走上形台 被村民足足烧了三天三夜 而魔女虽然具备不老不死的能力 并不会因火星而真正死去 但身体仍会感受到疼痛 她本以为自己救了男孩 怎么也算是功德意见 殊不知男孩15年来 都没有对魔女表示过感谢 反而第一次来找魔女 竟是求她再上一次火星台 原来 男孩经过多年的经营 成功当上了村长 但最近由于蝗虫泛滥 村子里再次传出了诅咒之子的谣言 她害怕村民将矛头对准自己 于是急忙找上了魔女 想求她再死一次 以换得村子和平 魔女虽然对其很是失望 但她并没有跟村长计较 因为她是为了拯救大多数的人类 不愿因莫须有的诅咒 造成大规模的混乱 于是她答应了村长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村长尽早就准备好了 面具以及火堆 根本就不像是来求人 反倒像是通知魔女一样 就这样 火星台正式搭建完毕 村长正义凌然地准备点火 但村中的长者却站了出来 直言蝗灾是因为砍伐数目过多 让鸟无处安家导致她 极力劝说众人停止火星 可毕竟她已经年老体衰 终究挡不住愚昧的村民 火堆还是被众人成功点燃 可就在这时 一道天雷从天而降 直接批散了火焰 并凝聚成了古神的样子 原来魔女并未按照村长的计划进行 她主动以魔法映照出了古神 间接打破了诅咒之子的谣言 并给村民提供了新的信仰 同时被骗的村民也找上了村长 让她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代价